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今天台股又持續下跌了 不過在我解盤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不先把你的觀念 我們聊一下 我們沒辦法繼續走下去 一定要先清楚 我們在解盤之前 來 這一波下跌 這一波跌了400多點 如果沒有把觀念弄清楚的話 接下來我解再多的盤 對你也沒有意義 好 首先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股票要漲要跌 都有它的因子 股市要漲要跌 都有它的因子存在 那些因子 那一些因子 那一些邏輯你要很清楚 你想一下 9月1號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把它遮起來 我把它遮起來 好 這裡 來 我們來看這邊 9月1號漲到這個位置上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會漲會跌 接下來會往哪邊走 會往這邊走 還是往那邊走 你就要很清楚知道 股市的因子 跟那些邏輯要清楚 因為這攸關到 為什麼 如果你不清楚 你做多 那做空差很多 那些因子是什麼 我告訴過你 要很清楚知道 我說過的 像聯發科 因子是什麼 聯發科 為什麼會跌 因子是台積電 這一波為什麼會跌 因子是 這些邏輯觀念是 這些股票 大力光 這一波這樣跌下來 會不會影響到台股呢 會不會影響到台股呢 當然你會說 對 當然會 因為事實結果 是事後論 事後論 但事前的時候 你怎麼去知道 那個邏輯 那個因子 怎麼去判別清楚 因為你做錯方向 這裡如果你是做多 最高來到9532 你回想一下 9月1號的時候 你回想一下 9月1號的時候 你是怎麼想的 怎麼看呢 會往上還往下呢 我是認為會往下 我是認為會往下 因為我看到裡面的結構 台積電 聯發科 大力光 這些全資股 會做一個回檔 每一天 你要很清楚知道 裡面的邏輯在哪裡 你就眼睜睜看它下來 會有做危機處理的還好 最怕的是沒有 一做錯方向 一個做錯方向 你知道嗎 一個做錯方向 你是賠400多點 一個做對方向 你可以賺400多點 這一來一回 可以將近900點 900點呢 換算一個我們同意來講的 就相當一口保證金啊 這真的是差很多你知道嗎 差很多啦 這才是看盤的重點嘛 在哪裡 看盤的重點嘛 大力光會影響誰 電子股 台積電會影響誰 電子股 全資股 指數 聯發科會影響誰 電子股 高價股 全資股 不是我準 是它本來就會這樣子 它本來就是因為這樣子的 不是我很準 是它本來就因為這些因子 這些結構 這些邏輯性 而跌下來的嘛 那我請教你 股市指數 股市的價格是誰決定的 你知道嗎 經濟學中有講一個 是有一個看不見的黑手所決定的 那是經濟學講的喔 那我請教你 散戶的敵人是誰 大家都散戶 散戶的敵人是誰 你跟著外資法人做 開玩笑 他是你的敵人耶 散戶的敵人是外資法人 你跟著你的敵人做 你不要被他殲滅就好了 這一波 就是被外資給殲滅啊 這兩天 昨天賣了將近150億 今天又繼續賣了將近50億 今天這樣跌 不是被殲滅了嗎 所以我要跟他講說 你9月1號當時你的一個 決定是什麼 當時的決定如果你做錯的話 這一波你就承擔它的後果 你現在所看到的是果 那你要去想想你當初種什麼因 我們當初在種什麼因 現在就得什麼果 沒錯吧 所以你想想 你現在得什麼果 就是你當時種了什麼因 現在呢就是你怎麼收 你當初怎麼摘 你現在就怎麼收貨 你當初怎麼摘 你現在就什麼收貨 但換一個觀念來說 我請你避開下跌的風險 我請你避開下跌的風險 如果你有避開 我功德圓滿 我真的是功德一件 就算你不做空 如果你在高檔賣股票 就像你在高檔賣股票 這個差價 我相信你是甜美的 你是今天是你很高興的 如果你做差價 當然這個果實是很甜美的 因為你懂得賣 你懂得賣 現在咧到底怎麼走咧 其實你要先離清楚 不然接下來我們怎麼 繼續跟你走下去 因為如果你不清楚的話 你看節目都是白看的 接下來到底怎麼走 來 今天的大盤看起來 沙盤量賣壓很重對不對 賣壓很重是不是 不是啊 我雖然是看空的 我雖然是看空台股的 但是我要說一句話 我看到這種量 700多億 看這邊比較快 我看這種量 我看到這種量 我要跟你說啦 雖然我是看空的 我看到這種量 我要跟你講 會有一個大反彈 因為跌下率不合理 因為量縮 基本上 我們是其他他放量 但是他是量縮下跌 那他會有一個大反彈 中長紅 最快你本週會看得到 好 不過我要先跟你看一件事情 來 股市其實你要透徹這八個字 來特寫 盛極而衰 匹極泰來 你把這八個字 如果透徹的話 那你會很清楚知道 股市的一個循環 這個倫理在裡面 你不會被修理 你就不會被修理 你就不會被修理 好 就是你看得透 看不透的問題存在 如果你看得透 那接下來怎麼做 雖然我是看空的 但是我還是要 老實講 我有點看不過去 量真的不夠 他隨時會有一個反彈 就算明天有低點 開低的話 也不要去殺低 接下來會有個大反彈 那那個大反彈你要幹嘛 你就要把握那一次 大反彈的一個機會 因為這一次 如果你做錯方向 你做錯方向了 不要緊 做錯就做錯 股市開永遠有機會 你做錯的沒關係 你要把握那一次大反彈 要幹嘛 減碼 調整磁股 沒錯吧 所以說這個行情來講的話 我們說到了 這個行情 會有一個反彈 那個反彈是因為它這個沙盤量不夠 沙盤量其實 說實在 真的不夠 真的不太夠 我常常在想 我們都希望 我常希望每個人都能為社會做些什麼事 因為能夠讓社會更好一點 我在想說 常常有人說 我為什麼一直要在這裡幫你解盤 我為什麼一直要 老師你怎麼老師一直解盤都不做生意 為什麼我一直解盤 然後包羅看法都跟他講 沒有摩尼兩可過 他就說小心避開 中秋節會變盤往下 大家會往上 只有我 10個裡面有9個說會變盤往上 只有我一個 老師你怎麼那麼直啊 大家都喜歡聽好聽的 你為什麼那麼直啊 那麼丟筆啊 人家說要聽 會騎 你說會騎 為什麼我要透過網路語音的教學 教大家技術分析呢 其實啊 我做這些事情啊 我做這些動作啊 教大家技術分析啊 技術分析啊 它的附加價值很大的 你知道嗎 它的那個附加價值是超出你想像的 除了你可以避開風險之外 避開風險之外 或許你是看指數做股票 你會認為說看指數做股票 個股表現了看指數做股票 好啊你看指數做股票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兩波 這兩波 前一波 這一波下跌的時候 在7月到8月下跌的時候 跌什麼股票 新日光 生陽科 晶電 華雅科技啊 這都是我之前跟你講的 不管在東盛節目也好 我們要跟你講這一段 這一段我們跟余世金余總 在東盛節目就要請你避開 你還記得吧 你還記得吧 你不記得了喔 來來來來 我給你看一下 這叫新日光 當時是怎麼跌的 生陽科 太陽能股 我要請你避開 有沒有 LED 晶電 合併題材 余總怎麼跟你講的 是不是有下跌 低潤股 華雅科 這裡 有沒有跌下來 當時還有跌什麼 生技股 你不要看到現在彈上來 忘記那段耶 基亞怎麼連十幾根跌停板的 是怎麼來的 喔 記起來了齁 記起來了齁 好了 這一次 雖然大盤是這樣子上上下下 每一波跌的都不一樣 這一波 第一波我們掌握到之後 第二波要跌的 除了指數跟你講說 因為變盤往下之外 我們也提醒了股票 這裡面有什麼股票跌 景碩 景碩 還有跌什麼股票 跌勝華 跌翻了 破底 跌什麼 我廣達大型股 哇 殺出這個量來 極右股 殺什麼 大力光我不用講了齁 大力光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 大力光 聯發科 這段跌什麼 就是跌這些股票啊 這些股票啊 沒錯吧 好 這一段跌完之後 接下來反彈把握住 那下一波會跌什麼股票 這一波 下一波 接下來反彈之後 會跌哪些股票 你想知道嗎 還是你要再錯過了 如果你不弄清楚 接下來我們沒有辦法繼續往前走 懂嗎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 謝謝 阿開 海灣城市難得一見的新疆南園嶺大園 湯泉國際 台灣造政 江南緣林 山海豪景 台北灣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兒牌 兒牌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 正在用 酒氣鐵 相用氣鐵 五分鐘 這一波啊 我們剛才有上個階段提到說 這一波啊 其實跌的股票 這些啊 這些股票 這都是我之前 你還記得吧 這些都是我跟你講過的 你會說老師我就是不敢空啊 你不敢空你有這樣的股票 你要先賣一下吧 你是不是要先賣一下呢 還有什麼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在談聯發科 聯發科 今天聯發科這樣跌 跌了21塊 21塊 我只給他看一個東西 導播我們這邊要看一下它上面寫的是什麼 裡面啊這是今天的喔 時報記者寫的 高通斬訊夾擊聯發科錯疊 其實啊 你還記得了吧 這張 我之前跟你講聯發科要小心斬訊 還有咧 這個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啊 我 我一直覺得台灣的服務業 一直做得不好 其實台灣的服務業就是 我認為啊 客戶沒想到的 做服務業的 都要先幫客戶想好 做好 為什麼 因為啊 你先幫他想好 看到這個利空 你都先幫他想好了 你先幫客戶看到了 想到了 台語有這樣 那個很甘心的 很甘心的那個感覺啊 台語可能講的不好 很甘心的那個感覺才會出來 為什麼 在這個位置上 當時還在520 我 我說要不要提方補跌 這個大量低點要不要破 今天呢 欸快來了吧 你有沒有先幫 你的 投資朋友想好 如果你先幫投資朋友想好 這個 你先幫投資人想好這個 老師啊 老師啊 你叫我520mine 今天473 今天473 老師啊 5萬塊的差價 欸 老師啊感謝那5萬塊的差價 至少5萬塊的差價 那個就是一個 很甘心的感覺 你知道嗎 那個很甘心喔 唉 其實啊我覺得 這樣我就值得了 不管你們有沒有參加會員 其實我就 我就 我認為我值得了 你懂嗎 再來我一直跟你講說 那誰在賣它 這是 19號 聯發科 賣了 外資賣 好再來我們再看昨天 昨天我跟你講 22號 下面 又賣了2600張 接下來你看到了 不要嚇一跳喔 不要嚇一跳喔 9123今天喔 聯發科外資賣超 5358張 哇還夭壽 哇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趙大爺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老師你可以先看得出來 閃虎的敵人是誰 我剛才說過閃虎 你們的敵人是誰 外資法人啊 他是你的敵人 不要被他殲滅了 怎麼去不要被他殲滅 他砍是不手軟的 他砍下去絕對不手軟 這個高架鼓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 大家很喜歡 零發科 我也知道很多老師 會叫大馬 我談一下喔 其實最近啊 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 他就這樣想 看我的節目完齁 然後呢 又轉別的 又去看接下來別人的節目 看他的老師 哇通通都掌頂板 他就會想說 那我先不要參加高老師了 我要先來參加別人的 你知道嗎 他參加兩三個頭顧 讓人騙啊 通通掌頂板 讓人騙啊 他來參加我們的時候 來電話給我們的時候說 你們那個高老師 會不會騙人啊 會不會騙我啊 我不想去回應 其實我不是在想 談這個問題你知道嗎 會不會騙人 基本上其實 我們秉持的是一個 呈現的原則 會不會騙人 我提醒你賣掉 為什麼要提醒 會騙人 大家都想要說 趕快去買漲停板的股票 只有我叫你賣 我為什麼要叫你賣 你論我騙你嗎 這個問題你好好思考一下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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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 因為你們賺錢 我們公司 深減團隊才能存在 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你們賺錢 你們避開風險 所以我們公司 深減團隊才能存在嘛 如果你不賺錢 我們帶你沒辦法賺錢 我們公司呢 不早就倒了 是吧 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好 好 當然喔 這個聯發課 我相信大家都在坦塌啦 那接下來會怎麼走咧 如果你有避開恭喜你 真的 我功德一件 好 我做到我的職責了 我分析師的職責就是這樣 不管別人用什麼眼光看我 老師啊 你這樣講 怎麼做得到生意 我不管怎麼講 好 我秉持一個原則 我帶你避開就對了 你有聯發課的來走 我帶你避開就對了 你有聯發課的 我帶你避開就對了 老師啊 我就想找那個 他會帶我買股票那種 反而你要注意一下 只會買買買買股票的 他比較不會賣股票 會供股票的人 絕對很會賣股票 你知道那個邏輯嗎 只會買買買的人 他永遠不會停損 永遠不知道賣點在哪裡 唯有會放空的人 他才會找 他才會知道那個賣點在哪裡 我還要給你驗證 來 9月5號 9月5號 對不起 9月5號 我跟你說 提防補碟 我不想放馬歐炮 其實我今天不應該跟你談這些的 因為我們要繼續走下去 但是很多人在這張股票受傷了 接下來怎麼做 基本上你如果錯過了 賠了5萬塊 沒關係 會有反彈 但是反彈後 這個低點基本上 未來還是要破的話 那個反彈你要做什麼動作 他會先談再說的話 那個賣點 你錯過這個賣點 我說過你要找誰幫你處理這個股票 一定是很會放空的 而不是找很會買股票 買買買買買買買 一直買的沒有用啊 會懂得賣股票的 他才有資格 帶你被開這樣的風險 沒錯吧 大力光也一樣 今天大力光持續跌來 我們來看一下大力光 哇 跌60塊 沒有錯吧 他走什麼型態 我之前跟你講 叫下降三法型態 他會回測這個地點 那他跌下來 他會不會影響 大盤的電子股氣勢呢 他是精神指標內 當然會啊 會嘛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剛剛有說到 大盤會怎麼走 明天開地之後 隨時都會有一個反彈 隨時都會有一個反彈 那個大反彈你要把握住 那當然呢 我會跟你講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波段裡面 我們為什麼可以走到每一個轉折 每一個轉折 叫你避開風險 九個裡面叫你買多 我們只有我告訴你要買空 因為你要怎麼去 如何掌握大盤的方向 那個高低點你要知道 每次的大盤轉折 大盤指數的轉折 你要抓好嘛 那你要怎麼掌握隔日的走勢 那個隔日走勢 也會想到你當日的一個操作嘛 如果你看懂 技術飛行裡面看得懂的話 那你很清楚知道 今天該做什麼動作 懂嗎 那所以你在做大盤指數的動作 當然要抓住那個方向 那個高低點 做錯 像這一波 做對做錯 差八百點你知道嗎 將近九百點耶 如何掌握個股操作 價差操作 像那個聯發科 這樣子可以五萬塊 差五十塊 怎麼去掌握 再來 這個量價關係 你要怎麼做 所以會在網路影音教大家 所以你要改變現在 改變你現在的操作模式 你才可以改變未來 所以我很誠懇的邀請你 加入我們的行列 因為這個盤中的語音教學 它會告訴你這些東西 盤中的影音教學技術分析 它會教你怎麼做怎麼做 而且我們不是只有一個人的分析師 我們是一個團隊 余總還有我 還有其他分析師 一個團隊 教你怎麼在股市當中 去面對每一天的行情 所以說這個附加價值非常大 我希望你能夠學得到 所以我熱烈地邀請你加入我們的行列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不僅可以免費張貼租屋訊息 最高每年還可獲得 一萬元的修繕補助喔 目前已有六個縣市加入 租屋服務平台的行列 請上網查詢詳細說明 租屋服務平台 愛屋及屋 一起來 內政部營建署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轟天雷滿一送三感恩回饋大放送 昨日起參加 轟天雷終極實務翻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 轟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盤金釀 了解更多請速播 02-2365-3255 最記憶 先用記憶 五分鐘 現在這個時機 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 瓦斯費 一樣要有訣竅 能效標示五個等級 集數越低 越省錢 冷氣